安家纽约 您的安家顾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东 欢迎收看地产资讯类节目 安家纽约 买房是一笔非常大的投资 很多人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房产中了 一旦有一些应急的情况发生 可能就会出现资金周转的问题 当您急需现金的时候 能否从房产中拿钱出来 这是很多人想了解的问题 如果不卖房 如何从房产中变现 究竟我的房产如何从不动产变成可动产 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就来了解这个话题 本期话题把不动产变可动产 我们为您请来贷款专员Mandy Wong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Mandy 你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经常把房子称为不动产 对不对 我听很多人说 我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一百万了 可是这一百万是数字 钱是拿不出来用的 但是我听说银行现在已有几种的贷款计划 是可以把不动产变为可动产 通俗地说就是可以把钱从房子里面拿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贷款 是的 你知道我们买房子 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个投资码 很多人就是会把大部分的取续 放在这个房产中 但是万一有遇到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基金周转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市场上面 现在有四种主要可以从房子里面 现金出来的贷款 第一个就是Cash Out Refinance Mortgage 就是融资重贷 融资重贷 这是第一种的 没错 第二个就是Home Equity Loan 就是房屋正值贷款 房屋净值贷款 对 第三个就是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就是房屋正值信用额度 然后第四个就是Reverse Mortgage 返向贷款 哇 这四种贷款说通俗都是可以Cash Out 从房子里面拿钱出来 但是可能观众一下子搞不清楚 这四种贷款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知道你该说的第四种叫仿向贷款 是我们过去曾经介绍的 是专门针对62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以使用的一种贷款的一个方式 那你讲的前三种应该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对不对 是大家都可以来用的 而且我注意到你前面讲的三种贷款 用的词都不一样 第一个很像是Mortgage 第二个是Loan 第三个是Line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 这个前三种的这种贷款 到底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三种的贷款 主要就是都是从那个房子那边拿现金出来 但是那个Mortgage 它是每一个房子 它只可以有一个的主要的贷款 我们呢 银行就是说 这个是First Mortgage 只可以有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其他的 譬如说Home Equity Loan 房屋正值贷款 或者是那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这是那个房屋正值信用额度呢 这个都是属于第二个Mortgage 我们叫Second Mortgage 然后这个Second Mortgage呢 是取了第一个First Mortgage之外 可以申请的贷款的类型 OK 我明白了 一个房屋基本上来讲 只有第一种的贷款 一般就叫Mortgage 那你当然也可以申请第二个贷款 第三个贷款 那名词可能就不叫Mortgage 可以叫Loan或者叫Line 对不对 但不管怎么样 你该说的 这都是可以从房子里面Cash out 把钱拿出来 那把钱从房子里面拿出来 到底这个房子 对这个房子有什么要求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 才能够Cash out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房子那边拿现金出来 最主要就是要看这个房子 有没有一个正值空间 这个是我们做知识贷款的前提要求 对 所以你提到一个就是房屋有没有净值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怎么判断这个房屋有没有净值 就是有多少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钱可以拿出来 房屋正值呢 就是这个房子现在的价值减去现在有的房贷的欠款 就等于房屋的净值 对 没错 举个例子 譬如说这个房子现在市场价值是50万 而这个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贷款的话 这个房屋的正值呢就是50万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也是一个50万的市场价值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就有一个40万的房贷了 OK 然后我们呢就是把那个现在的50万的市场价值减去 现在的贷款40万 然后那个房子的正值呢就是10万块 对 所以这两个例子就非常容易说明到底房屋有多少的净值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第二个例子 它的房屋的净值只剩下10万 也就是说明说这个人可以从银行里面借出10万的 这样的一个净值来使用 对不对 也不全对 还不全对 对因为呢银行除了要看这个房子的正值之外呢 也需要就是知道这个房子最高贷款的额度 一般这个贷款额度呢是房子的价值的75个percent到80个percent 这样子 对好那刚才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房子没有贷款了 它的房屋净值就是50万 但是它的贷款的最高额度就是50万的80% 就是它能够从银行里面拿40万出来 对不对 那第二个例子来讲它虽然有净值10万 但是贷款最高只能是40万 它已经欠了40万 所以它即使有10万的净值也拿不出来这10万的净值贷款出来 完全对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两个都是极端的例子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是这么极端的情况吧 对没错 就拿我最近一个客人他黄先生的例子来说吧 那黄先生呢他房子也是50万的价值 然后他房子有一个20万还有一个20万的房贷 然后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房子这个正值是50万减去贷款20万 他的正值就是可以有30万的 对 但实际上他不能够完全借出30万 没错 因为我们呢如果按80%最高签款来说 他这个房子最多只可以借40万的贷款 对 然后呢已经有20万的贷款了嘛 所以40万减去20万 他还是可以拿20万的现金出来 对 你刚才讲了三种的这个可以cash out的贷款方式 那黄先生是采用哪一种呢 后来我就是有跟他就是再了解一下 其实呢他申请这个贷款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呢就是因为他以前申请20万那个贷款的利率呢 是比较高的 6个percent 然后他就想重新做这个贷款之后呢 把这个现有的20万的利率呢降低 但是同一个时候呢他的小孩子也要想大学了 上大学 对 需要学费 需要学费 需要现金 然后他就想通过这个贷款 再做一个贷款 就是拿一个10万块出来 准备给小孩子上大学的 因为黄先生这个情况 他需要把现在这个20万从就是降低利率 另外他也需要再拿10万块出来 然后后来我就建议他做一个融资重贷 就是把那个20万的贷款 申请一个30万的贷款 那30万的贷款拿出来之后呢 首先把20万之前的高利率还掉 然后剩下的那个10万块呢 他就可以拿现金出来兑现 所以你该建议 黄先生这种情况 是用你刚才讲的第一种叫做融资重贷 也就是重新做一个mortgage 但是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降低原来的利率 对不对 从6%降到4.5% 另外一个同时他有一个20万的 这个净值贷款的额度 他只提出10万块钱 给儿子付这个大学的学费 所以两个目的在一个贷款里面都搞定了 对 所以这个新的贷款就一举冷得了 好 所以就叫做融资重贷 有一个新的名词 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 用到这个房屋净值贷款呢 因为这个名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房屋净值贷款 房屋净值贷款 那为什么王先生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不建议他用房屋净值贷款 如果王先生他跟我说他很满意 他现在这个20万的贷款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成岁他只想拿一个10万块出来 给小孩子读书的话 我就建议他做一个home equity loan 为什么呢 因为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手续会比较简单 因为他借的金额会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手续也比较简单 对 譬如说根据那个贷款机构的要求 如果金额比较少的话 可能他就不需要再重新做一个房屋的全面的股价 还有就是因为他贷款的金额比较少嘛 相对那个手续费也会便宜一点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会建议王先生 他只要做一个房屋的净值贷款就行了 也就是做一个第二个的贷款 对不对 保留第一个的贷款 因为他并不需要降利率 他对利率也很满意 对 对不对 那就做一个第二个的一个loan 是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 对 通常我们客人申请这个home equity loan 它的用处 譬如说小孩子的学费是其中一个 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拿来做房子的专收 中学也需要一大笔钱 对 没错 或者是去旅行 老外他们有时候去旅行 但是在银行贷款机构来说 我们是没有限制 你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的用途的 然后有时候 我会建议客人用这个home equity loan 原因是 譬如说客人现在有一个信用卡的贷款 或者是个人的贷款 那些利率比较高的话 如果两个比较一下的话 这个房屋正值贷款的利率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您可是从房屋那边 去拿一些现金出来 因为利率比较好 去还那些利率更高的一些欠债 比如说信用卡的欠债 个人的一些欠债的方面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种的 cash out的贷款方式 房屋净值贷款 没错 那所以前面讲的两种的贷款 是不是申请的手续都是差不多 和还款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也都差不多 是 因为它这两个refinance mortgage 还有就是那个home equity loan 它都是属于一个固定利率的贷款 所以这个贷款批出来之后 它那个利率固定 所以每个月的还款也是固定的 这样子的话 申请人他就会比较容易 去控制一下自己的 那个还款的计划 还有就是财务的账款这样子 对 好 所以Mandy你该介绍了 两种可以cash out的贷款的方式 那你该还介绍了一种 叫做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这个很像是一个新的名词 我们还不是经常能够听到和接触到 那到底这个信用额度 是不是像信用卡一样的 可以随时把钱拿出来用 到底这样的一个贷款 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贷款 是能够把房子这样的不动产 变成可动产 Mandy我们在上半段介绍了 两种可以cash out的贷款的方式 那你该介绍的第三种 按我的理解是 有点像信用卡一样的 可以随意支取的 这么一种贷款 对不对 对 这种贷款叫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们听到Line of Credit 就知道它是一个信用的额度 中文就是那个 房屋正值信用额度 对 所以里面有信用两个字 所以就可能真的有点使用的方法 像信用卡一样 没确 没确 它是一个非常有灵活的一个贷款 对 然后这个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 其实也蛮受欢迎的 就是相比这个Home Equity Loan 我觉得这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是比较普遍一点 这个信用额度 其实它就是批准下来之后 它就是非常灵活的 就是批出来你可以先不用 你放在一边 等你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 你随时就可以从这个Credit Line那边 就是开一张支票出来 然后来去使用 而利时在你没有使用的时候 是不会产生的 是你什么时候有用一部分的钱 或者全部的这个金额的时候 它才开始算利息 所以相当灵活 也就是说你没有用它 你这个额度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利息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有时候 习方有那个紧急用的钱 很多人就会申请这一种的贷款 申请出来之后就放在那边 而万一有什么紧急用的时候 这不用再重新做什么手续了 因为这个额度已经在那边 随时随地可以用 好 那你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 这个叫做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首先它是一个30年期的一个贷款 但是这个贷款头10年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就是说头10年你随时可以用 随时可以还 这样子 万一就是说10年过了 你有欠款 它对11年到30年是一个还款期 就是后来这个20年是一个还款期 那就是每个月你要还那个本金 还有类似 但是如果说你10年过了 你没有欠款 这个信用额度就会关闭了 OK 好 所以它首先这个额度放在那边 可以30年的 头10年你是随意可以用钱的 而不需要还本金 只需要还利息 没错 对不对 从第11年到第30年 这时候你要开始还了 你如果欠本金 这时候一定要还上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第11年到30年 只可以还 你就不可以再从里面拿出来 就不可以再拿钱出来用了 用钱只是头10年 拿钱出来用 所以如果有的人 他想继续保留这个灵活的Quest Line 他可能10年之后 他会重新再做一个 另外一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然后一般来说 用法也是很方便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 银行批准这个贷款之后 这个Home Equity Line之后 你这个Home Equity Line 就在一个户口上面 然后银行会给你一个支票本 你随时要用的话 你开张支票就可以了 譬如说今天我要给我儿子 用一个10万块 我开张支票给我儿子的名字 他传进去户口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刚刚好 自己也需要有这个钱 在我的户口上面 我又开张支票给自己 传到户口上面去 所以这个钱那个用法 是很方便的 对 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 只有用的时候 才需要去付这个利息 对 所以这个是使用的方法 用开支票的方式来使用 对 然后就是说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从这个Quest Line 我有1万块给我的儿子 然后儿子不需要用了 30天之后就还给我 我把它还到我的Credit Line去 然后我整个Credit Line 我只需要付1万块的利息30天 1万块30天的利息 对 只要付30天的这个利息 对 然后本金就不用还了 因为你又把这个钱放回去了 对了 做一个比较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两种那个Mortgage 如果你有一笔钱 把那个本金还掉了 你还掉的本金呢 就不可以再拿出来用了 所以比较一下呢 这个Home Occup Line of Credit 是比较方便一点 譬如说刚才那个完成的例子 他这个儿子要读大学 对 对 然后呢 他就拿了个10万块出来 准备给儿子那个交学费 怎么知道儿子他很好 读书有这个奖学金 他不需要用这么多 他可以把10万块拿出来的呢 还点进去 因为那个儿子 不需要用这么多的学费了 这样子 那还进去的呢 他就继续保留在这个 信用额度上面 随时如果什么时候 要需要用的话 譬如说儿子要买车了 他又可以再拿出来 就不用重新再申请 也就是说借出来的这个额度 如果你再还回去 这个额度还在 你以后再借出来 用别的用途也可以 但是刚才之前讲的 头两种的贷款 如果你把本金还掉了 你就不能再把本金 再借出来用了 是了 那这个第三种的 这样的一个信用额度的 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费用来说的话 会不会贵一点呢 反而不贵 因为很多的银行 都希望就是鼓励民众 去申请这个 home market line of credit 因为它好像快乐卡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过户的费用 很多的银行 它都会帮你付了 好 既然这个房屋净值 信用额度 这么灵活 然后使用也很方便 那我想问一下 它的利率 是不是偏高 它这个利率呢 因为是浮动的 就跟之前的两种 融资重态 跟那个房屋正值 贷款不同 它们那个是固定的 这个credit line 是浮动的利率 完全是浮动的一个利率 所以Mandy 你今天给我们介绍了 三种最主要的 可以从房子 cash out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贷款的方式 具体来说的话 民众到底要怎么判断 我到底要用 哪一种的贷款的方式 如果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的话 如果你现在需要 这笔钱的话呢 首先我会先问一下 就是这个钱 我是金额多大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还款的能力 我还款的计划 是短期可以还进去的 还是说一定要长期 才可以还进去的 所以呢 有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时候 我们在考虑 这个一二三 这三种贷款 哪一种别适合 我的建议是 第一种这个融资重态 refinance cash out mortgage 是适合那些客人 他需要一笔大的钱 然后呢 他是短期之类 也是不可以还的 因为呢 这个利率呢 可以 因为现在利率比较好嘛 然后它是锁定的 固定的 一个15年或30年的时间 对 而这样子控制 这个还款的计划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种呢 就是说 如果不需要一大笔钱 OK 但是它需要 从房子那边 拿一笔钱出来用 只用 那这个home equity loan呢 就会比较适合 就是这个情况 那每个利率呢 也是固定的 然后还款的计划 也是可以制造控制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会建议 做这个home equity loan 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 提到的 房屋装修 需要一笔钱 对 然后孩子上大学 需要一笔学费 或者我今天 哪怕要出国旅游 对不对 需要一笔钱 那都可以用 这个home equity loan 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这个credit line呢 就是适合那些客人 他可能就是 那个资金周转 比较密一点 譬如说 做生意的客人 或者有投资商务的客人 或者是说 我暂时 不需要用这笔钱 我只是要 先申请出来 放在那边 等我什么时候 有急用的时候 从里面随时 可以拿出来的 那些客人呢 我就会建议他 做这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对 好 你这样分析一下 就比较清楚了 民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看一看哪一种的 这样子cash out的贷款计划 更适合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三种都是一种贷款 贷款实际上都是把房子 作为一个抵押给银行 把钱取出来用 所以在申请这三种贷款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忠告 给一些这样的一些民众 好的 通常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三种贷款都是用房子来做抵押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去还款 因为如果没有准时还款 或者是没办法还款了 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房子 拿去发拍 对不对 对 发拍 发拍 对 或者就会失去这个房子了 对 第二要考虑的就是因为房产的价值 有可能高 有可能低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房子的价值比较高的时候 去申请这些贷款的话 OK 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卖这个房子 而这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降低了 卖掉这个房子的钱 可能就不够付我们借出来的贷款了 这样子 对 第三个就是因为所有的贷款 都是一个欠债来的 所以它会增加我们个人的欠债的比例 所以有时候比例比较高 欠债的比例比较高的时候 去申请其他的贷款也会有影响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事先在申请之前 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好 非常谢谢Mandy 还有一些观众可能有一些个别的问题 要向你请教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你问我答 房子是和父母一起买的 我可不可以单独申请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如果提早取消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我要罚款吗 好 Mandy你看有观众向你提了问题 第一个观众问的是 房子是和父母一起买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单独的申请 这个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是可以的 就是说在过户的时候呢 所有的房子上面的那个屋主都同意 在过户那边那个文件签字 三个 譬如说爸爸妈妈小孩子 小孩子申请的话 三个都签字了就可以了 OK 好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提早取消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会不会有罚款 因为你刚才说是三十年期 他如果说我不想要了 提早取消有没有罚款 这个要根据那个不同的贷款的机构 但是一般的贷款机构是有要求说 你要保留这个信用额度几年的时间 要不然你提前关 他可能要收你那些购户的费用 这是他购户的时候已经把你付的费用 又问你拿回来这样子 对 好 所以非常谢谢Mandy 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释 也许这种cash out的这种的贷款 可能民众暂时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和了解 但是起码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 向银行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咨询 那我想观众朋友看完这期节目以后 应该对选择cash out的这种的贷款方式 应该有所了解 本期嘉宾观点 房屋净值是不动产便可动产的前提条件 无还款能力时 房产有被打拍的风险 房屋贷款会增加个人资产负债比例 申请房屋净值信用额度需了解利率浮动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